大家好 月季应该是特别受欢迎的一种花会养的花友也特别的多 但是月季会遇到一种问题 那就是它开花特别的小 大家看一下 和拇指差不多 这么小的一朵花 它的观察价值在哪里呢 那么为什么这个月季会出现这个花朵小的问题呢 今天就和大家说道说道 第一个就是养护的环境不适当 这个月季它需要足够的光照 如果光照都给不够的话 这个月季它开花小是很正常的 我们养这个月季一定要给它全日照 每天有多少给它晒多少 第二个就是没有给它做修剪 开花的都是一些老枝 才会导致它开出来的花朵特别的小 我这一盆就属于这种状况 现在它的枝条基本都是老化的枝条 这颗就是从中间长出来的一个枝条 是属于老枝的一种 这盆月季呢已经是挺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它做修剪了 现在它的枝条都已经老化了 上一次开完花之后也忘了修剪 第三个就是没有规范性的给肥 在月季孕育花苞的那一段时间呢 只有规范性的给肥 它的花朵呢才能够开出像拳头那么大 如何规范性给肥呢 也就是给它补肥的时候 要有一个规律 要有一个合适的浓度 这就叫做规范性的给肥 在给它用肥的时候呢 用的最多的就是磷酸耐青甲 大概是它成功的孕育花苞之后 每隔7天左右就给它浇一次800到1200倍的水溶液 然后呢就能够让这个月季它的花苞孕育的足够硕大 而且呢开出来的花朵也足够的大 如果你家的月季也是这种花朵开出来 比自己的母子大不了多少的这种情况呢 那么就考虑这三个问题 好好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